今天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呢 今天这一堂课会是我们的MNX复习课的最后一堂课了 OK 基本上老师的公开课有四堂 就是Font4的Chapter1234 OK Font4的Chapter1234 然后接下来的Chapter呢 基本上老师会放在老师自己的补习班 这个特训班的课程里面 OK 所以老师就特地挪了四堂公开的 给就是福利给其他同学的 OK 好 那我们的Font4Font5的课程都是在这里 所以老师稍微讲解一下 就是今天这一个四堂课老师已经免费了 那剩下的老师会在特训班里面讲解 在特训班呢老师不会注重这一课 在特训班老师不会注重这一课 除了这两课其他的老师都会分别 一个一堂课会讲一个Chapter4 就像老师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跟大家讲解 然后带大家去刷题的一个方式 OK 然后呢就像老师 老师没有注意到哦 原来是9月13号 老师现在的课太多了 然后我竟然没有发现到原来是13 然后我今天跟YY老师讲的时候 YY老师讲 其实你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到其实是13 我真的没有发现到 好彩你们还是会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免费的公开的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了 OK 所以这个From4的Chapter4 所以如果你万一就是真的很喜欢老师的课程 想要继续下去的话 那你可以找这个YY姐姐报名 那接下来的14堂课呢 就会在我们的特训班 OK 好来 这个是我的笔记哈 OK好来 所以好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害怕这一堂课呢 我可以总结一个原因 就是其实这一堂课呢 如果你要老师写笔记给你 基本上老师会写给你的这个law of indices的笔记呢 就长这个样子 因为他就只有这些没有了 OK 所以你不要怪你的老师讲 哈 就这样而已啊 是 就这样而已 然后呢 他的出题方式真的很多 OK 所以呢 老师分析了整个2023年的Trial Bible OK 老师总结出来 有总共有这个六个不同的出题方式 所以等一下老师会一个一个的带大家去看 OK 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一个老师会基本上很像simplify 老师会总结会有第一个type跟第二个type 然后第一个type呢 他会在哪一个slide出现 所以呢 老师就会带大家去看这样子 OK 然后呢 这个是第一个indices 过后呢 老师会讲logaritms logaritms也是一样 logaritms每次老师讲的话 老师这个道理我懂 我知道 buku text也有 每一个笔记都有 那你知不知道他会怎样问你问题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我觉得我本身厉害的地方啊 一定要一定要short off一点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很难很难去分析出来的 基本上要分析出来 老师要做什么 老师要刷完所有的题 基本上所有的typepepper的题呢 每一题我都要做一遍咯 过后 我再很像垃圾分类这样啊 有啊 这个pepper要放pepper 玻璃要放玻璃啊 铝罐要放铝罐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需要把它分类过后 我再把它就是告诉你 哎 他会有几种的出题方式 这个就是他们有的 8种的不同出题方式 所以呢 每一个出题方式 我也会带大家看一题 没办法看完啦 看完我觉得我们会讲 讲到半夜一点都讲不完 ok 所以我会给你看到了过后 哎 我会讲一题 ok 讲了一题过后 剩的你自己去try ok 过后我给你这个answer schema找办 然后过后呢 接下来的就是 我会讲关于一点点 关于long跟exponential的 因为去年的2023年的 这个trypepper呢 它是出了蛮多的 这个long跟exponential 所以呢 我做了这个小笔记 ok 然后过后呢 老师会带你们看几题 这个 ok 这些都是你在你的slide里面 会找到的题目 就是你在slide number two 你会找到long and exponential的题目 你会在slide number seven 你找到这个long and exponential的题目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啊 老师已经把所有的proving 写下来 就是他会问你的proving 所以proving分成几种 一种 两种 三种 ok 四种 基本上你会 你要学会在logarithum的proving 会分成这四种 他基本上如果他会问你的话 就是这四个proving而已 ok 没有别的了 ok 所以你要你要学会这四种的proving 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这个时间 来到proving这里 如果没有的话 那至少你手上有这一份笔记 那你自己可以看 你看了你不明白 你可以过来问我 ok 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你大概会知道我的整个floor了 哈 我第一个会讲edesis 第二个讲logarithum 然后我会给你logarithum的这个proving 然后最后一个呢 我会跟你讲关于law of cert law of cert更惨 为什么 因为law of cert只有这一个 就完了 你的老师会不知道要教什么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只有这样 你不能怪你的老师 ok 那我们要来看看 那他会有怎样的出题方式 for这个东西呢 他是for decimal变faction 他会考你的一个部分 他会用decimal 他会给你一个decimal 然后他变faction 然后他看你会不会变 然后用这个law of cert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rationalize 然后最后一个 也是出最多的 就是应用题 ok 你可以看到 出最多的 就是rationalize跟应用题 然后呢 应用题大多数啊 大多数啊 你会看到在volume跟area 他很喜欢volume跟area 用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几个slag 全部都会是关系到 这一个应用题 for这个cert的 所以老师都分类好给你了的 ok 好 然后老师还有一个extra的一些要你们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在这一个trial paper里面没有找到 可是他是有在bookutex里面的 ok 呃你要知道哦 我们今年的spm 不是今年啊 年年接下来的spm啊 我们都会很依赖这个bookutex 所以你不要看所有那个bookutex不要去没有做bookutex里面的那些题目 所以bookutex里面的jonto啊题目啊 呃如果你现在是phone4当然来得及啦 你一定要记得刷一遍一定要刷一遍 可是现在你要考trial啊 phone5 spm要考trial 你已经来不及从第一页刷到 现在你就是能够做的就是trial paper 他肯定phone4 mmax呃 textbook他一定会跑出来的 然后他是in any flick这样子的可以翻翻翻的 然后你就翻去找他的jonto出来 ok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的解题 这个是比较难的 然后你会看到set的 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普通比较简单的 这两个是比较有难度的 只是我会担心 等一下他出一些有难度的 人家你不会 所以我就特地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提醒你呃要要要会解题 因为这两题也是从bookutex里面抄出来的 ok 所以呃要要稍微注意 所以我的floor会是一个这样的 我会indicent先 然后rogal rhythm 然后再去set ok 所以 预备好 他肯定会超过10点半 ok 如果你没有这个耐心 呃 我想说反正公开课都已经来到最后一堂了 就是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堂了 你要都没有了 ok 所以大家就耐心一点 就是可能中间我会给大家休息一个one to two minutes 然后我们再继续这样子 可能头脑不会这么风暴 ok 好 老师这个做法直接square了 直接check就可以了 是吗 啊 是的 他基本上他要搬过去 然后呃 square both sides 然后就可以了 ok 好 来 那我们开始了哈 ok 好 来 我们看law of indices 来我们来看 我简单的带过 因为我觉得呃 你们也很熟悉了 从formtree 你们都已经学过这个什么叫law of indices了 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看啊 这个law of indices呢 ok这个a power of m乘给a power of m 如果是square root of two 那square root of two 我们基本上square root的话 我们基本上不会写这个二啦 哈 我们就会直接写a power of one over two 如果今天你是q root的话 bunja guasa digger的话 你就是a one over three ok 如果你是bunja bagi guasa enbat的话 你就是a power of one over four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要明白怎样把它变成一个这样子的 我们变成这个叫做index form ok bunja bagi guasa enbat的话 那我们来删除这一根一下先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哈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one over 就是它是在这个分母的部分的时候 只要它是在分母的部分 我们的power就会自然的变成negative 就好像今天one over a power of two 它会变成a power of negative two one over a power of four 所以它会变成a power of negative four 就是这样简单 ok 所以a power of zero 就是肯定是等于e的 就是今天不管你power 你9999 power of zero 你都会等于e 你可以直接按你的计算机来做这个实验 ok 999 power of zero等于e 1101 power of zero也会等于e的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那我们的这个出题方式 好 是不是很紧张 我做这个我用了很多很多个 很多很久很长的时间做这个的 很用心做这一份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这一份笔记 ok 出题方式呢 第一个分为simplified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啊 我们不用看这个紫色的 因为它在下面也会有 ok 所以我们的simplified呢 它分成这个type1跟type2 那我们来看type1先 ok 我们来看type1 所以我们看slide number1 15 18跟27 18跟27 ok 我们来看number1 那什么叫simplified 来我给你看啊 simplified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看到吗 这个simplified simplified 他会叫你这样子做 然后呢 他后面呢 一定会是一个 你要写等你 然后呢 你的答案是在后面的 因为你把它约减了 就好像今天 我给你一个9 over 3 ok 不要啦 9 over 6 他叫你simplified 他叫你约减 3 over 2 ok 你会这样子的一个叫simplified ok 这个是slide number1 然后我们去看slide number15 我们看slide number15 15 15 啊ok 你看 我们的slide number15 他叫你做什么 ring gas scan simplified 有看到吗 ring gas scan 所以你后面会有一个等你的 然后要你继续的 把它约减 把它简单化 这个是他第一个 他很长很长 叫你做的一个事情 simplified ok 你该看这个example 这个slide number18 slide number18 ok slide number18 你看 simplified 看到这个字吗 simplified permudakan 这个 你看 他的出题方式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如果他要你simplified 然后他要你写一个等你 然后呢 你就是看到这一个 然后就继续做 把它约减 能够把它match在一起的 就match在一起 它是除 那我们的index就拿来减 它是乘 我们的index就拿来加 就是做这样的battern的事情 ok 所以老师证明给你看了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第一个出题方式 好 我们来选一题来做做看 我们就选我们的slide number1的那一题啊 ok 我们就选其中一题 然后其他的 你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来做而已 ok 好 来我们选这一题来做 ok 来我们选这一题 我会开的太大吗 我会开的那个slide太大吗 会吗 不会啊 因为我怕有一些人是没有题目的 然后他可能用用手机 然后就看不到这样子 ok 所以我就会习惯性把它开很大 ok 好 来 好 接下来呢 你第一个要做的simplified呢 基本上你就要找同样的他的best 今天你看他的best 他的best呢 是一个3 一个9 一个27 嗯 你觉得他们是一个family吗 你觉得他们是一个family吗 啊 是 3 9 27 他们其实是一个family来的 3 3是独自的一个3 9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3 power of 2 等于9 然后27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3 over 3 所以他是可以变成sato family的 ok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变成sato family 我会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3 power of m 减1 ok 3 power of m减1 然后乘给3 power of 2 然后呢 m 然后呢 除给3 power of 3 2 over 3 power of m ok 这个就是我会做的第一个动作 我会让大家变成同样的一个family ok 然后过后呢 我会做什么呢 我会把看他中间的这一个是成还是属成 我们的index就拿来加 除 sorry 不是index 我们的power就拿来加 除的话我们的power就拿来减 所以就很容易咯 所以你看我们继续 3 3 power of m减1 加2m 这个m乘进去就是2m 然后减 ok 看到吗 这个是加 然后减 ok m减1 加2m 减 减什么呢 这个3跟3越减 所以他就是剩下2m 所以我的答案剩下什么 我的答案什么 我的答案剩下3 这个加2m 3-2m 加2m 减2m 加了两个m 再减两个m 他就变成没有了了 所以我的答案呢 就会3m-1 就是这样简单 这个就你拿的 拿满分了 这个就你拿满分了 ok 就两分拿下 所以接下来 刚才老师讲的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8 跟slide number 27 都是类似的 所以老师讲了一题过后 剩下的三题 你自己去try try看 ok 看看老师讲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apply 在我的这个实际的题目上面 如果接下来的这三题 你都可以回答的正确的话 恭喜你 这一个你就拿下了 所以等到时候你考试了后 你看到simplify的时候 你就不会怕了 你就会知道老师在跟你讲 老师跟你讲过 你应该要做什么 ok 好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啊 我们看回我们的笔记 好 那simplify也分成了 啊 等一下我会发schema找伙伴 给你们不用担心 ok 好 那我们的simplify也分成第二种 第二种 呃 第二种type ok 怎么第二种type呢 就是我们会要用到这个 compare的技巧 什么叫compare的技巧啊 ok来我们写下来先 4 6 11 4 6 11 16 18 ok好 我会带大家看几题啊 我没办法全部都看啊 我们看slide number 4 ok我们看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1 2 3 4 ok好 什么叫这个 嗯 这样子 ok 这个就是也是其中一个simplify的 这个呃 怎么说 simplify的example ok你看 sure that 这一个 can be written in this form 他跟我说 我要把这一个写成这一个 其实他就是一个simplify 他用我们27y加1 然后加3乘给power of 3y 等你这个abpower of y 所以今天我接下来要做的动作 我要朝向这个模样 ok 我跟我自己说 哦 我要尽量像这个模样这样子做 然后我拿到最后的答案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呢 你看 我再给你看多几题 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再看slide number 6 你们翻开slide number 6 啊 你看 啊 你看 这个也是simplify的 你看 他给你一个这样复杂的东西 你看到吗 这么complicated 哇 很乱 然后他给你一个答案 他给你一个答案 然后你就是要朝向这个答案 你看 我就直接做这一题给你看 啊 我觉得这一题很好 就是给你一个方向 他会是长什么 before 我再continue compare 你看 ok 你看这一个2401 ok 我们号码跟号码 我们号码跟号码啊 你看 这是号码跟号码 ok 所以呢 我可以说 他是这个2401除给A ok 2401除给A 然后2401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M堆积在一起 M堆积在一起 M M M OK 所以我的M呢 是10加B 10加B 减7 ok 因为7是在下面 他是除 除就是点 重就是加 10加B减7 然后过后呢 就是我的M 你看 其实我是在做simplication 你知道吗 跟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Sing Sing 呃 怎么叫 Ring Gascan 是一样的 ok 所以来 轮到我们的这个N N power 4 N power 2 跟N 所以是 4加2 减1 所以我们找到的答案呢 是 2401 over A 然后M 10 减7 是3 加B 然后N 4加2 等于6 6减1 等于5 然后他要你做什么 就是compare 记得吗 刚才老师讲的 compare的技巧 所以呢 他compare的技巧 你看看 ok 你看看这里 你跟这个 跟这个compare 你simplify了过后 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去让你跟他做比较 然后因而找到他要的ABC 所以呢 我就可以开始做比较了 ok 我看到我的C 是equals to 5 我看到我的3加B 是等于5 所以B是等于2 你看到吗 然后我的A是等于多少 2401 over A 是等于49 所以你觉得我的A应该答案是什么 2401 除49 所以答案是49 所以我就因而 我就找到了我的A B和C ok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simplified的方法 可是呢 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然后要你去compare ok 所以我再给你看多几题例子 我们翻开 slide number 11 如果你有跟我几次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 我很喜欢 就是一直要刷那个slide 所以你在上我的课之前 你最好把slide的number 写好来 ok slide number 11 number 11 你看 这么不是11的 对对对是 不是这个 平板很死的话 这个不是平板来的 就是tablet来的 不是iPad来的 这个为什么不是11的 是要表达这个吗 可能是要跟我 他这个是solve 我不懂 我不懂是不是 我那时候在睡觉 我们再看多一个16看看 ok 16看看 16还是 对你看 这个是这样子的 你看 simplified in the form 所以他要你simplify 可是呢 他却给你了一个方向 我是要这样子的答案的 ok 所以你大概你要做出来的答案 不可以说是天马星空的 我想怎样就怎样 no ok 他不给你怎样就怎样 所以他跟你说 你要做像这样子的答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要你写出可能 这个p和n的这个value ok 然后他说p and n 所以呢 他基本上 他就是给你一个方向说 我要这样的答案 get到吗 有get到吗 ok 老师再说给你一个example 18 看看 example 18 你看example 18 example 18 example 18 是 嗯 怎么我今天我的那个slide number 会好像有一点跳 这样的 example 18 我也不懂为什么 诶 我是有开错slide吗 那么我的slide number好像有一点跳 可能这个是这边 我也不懂诶 嗯 可是大概是这样子啦 四十六 啊十一看才有有不对哈 我也不懂 可是四六十六 四六十六都肯定是对的 你帮我check 你发给我的跟现在present的 哦那可能我有改过 然后我的助理应该是帮我开到旧的 他应该是帮我开到旧的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懂 可是大概你们有get到我要跟你讲的东西吗 那simplify是有分成两种不同的这一个 这一个呃 type的 就是type1 他是直接让你自由发挥你想要怎样simplify就怎样simplify 然后type2呢他是会给你一个答案的模型 然后要你去跟的 ok 如果明白的话给我一个ok 明白的话给我一个ok 如果可以明白啊 有get到啊 这个simplify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solve的 solve呢就有三个slide 35跟30 ok 35跟30 我们来看一题 35跟30 我们看slide number3 slide number3 嗯 slide number3是这一个 ok好 来 就是这样的solve 他会让我们直接solve 所以呢我等一下给你看的那两题呢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的 所以我直接先讲解这一题 等一下我给你看那两题的时候呢 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我会观察 观察什么呢 我会观察这个4 power of x 4 power of x 然后我有自己的一套的解题方式的 你看4 power of x 等于80 减4 power of x 然后呢这个是减1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也可以写成4 power of negative 1 明白吗 ok 因为你看啊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写啊 我给你看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写 4 power of x 乘给4 power of negative 1 当他是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加加减1 所以呢我的是4 power of x 减1 ok看到吗 所以呢我只是把它拆开来 所以把它变成4 power of x 乘给4 power of negative 1 ok 所以这个我delete掉我跟你解释我是怎么做 因为怕有一些同学不明白 所以我解释的比较细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呢我会做的事情呢 我会把我的4 power of negative 1 你按一下你的计算机 诶 诶怎么会这样子 我reset过你看啊 4 power of negative 1 我的答案真正的是1 over 4 所以4 power of x的你80 减4 power of x 这个是1 over 4 然后过后呢我会把我的这一个部分 ok我会把我的这个部分 移过去左手边 ok 4 power of x 加这个1 over 4 因为这个是减 移过去就变成加4 power of x 等于80 ok 所以你把4 power of x 当成是一个小苹果 ok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小苹果 那一个苹果再加四分之一苹果 一个苹果再加四分之一苹果 你有多少粒苹果同学们 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加一又四分之一苹果 你会总共有多少个苹果 你又会有五分之四 对不对 所以你有五分之四的苹果 ok 所以是等于80 所以4 power of x equals to 那我们就拿80 80 因为这里的关系是乘 ok 这里的关系是乘 当我们把5 over 4 搬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了这个除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80除给5 over 4 所以我找到的答案是64 ok 那这个计算机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直接把你的64呢 变成这个 Factorize的样子 是2 power of 6 那我不要2 power of 6 因为我的best是4 所以我大概可以猜到是4 power of 3 是64 ok 所以呢 4 power of x equals to 4 power of 3 所以我可以说 x is equals to 3 那我整题就做完了 看到吗 ok 所以我整题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 把我整个 solve的过程就做完了 所以等一下你看哦 我说你的这个slide number 15 跟slide number 30 也是会是长这个样子的 等一下你就用这个同样老师现在教的这个方式去做这个15和30 ok 我证明给你看啊 我们来看这个15啊 这个15 14 15 你看 你看 这个15一样吗 一模一样的 ok 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2 power of 4x 2 power of 4x 你就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小苹果这样 ok 然后你看这个是power of negative 1 就像老师刚才把它变成了一个1 over 2 这样子 ok 然后我再证明最后一个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0 30 嗯 你看 哈 看到吗 他们都是会有相识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你们考试的时候呢 大多类呃 大同小异都会出这样的题目 老师直接simplify 64 变4 power of 3 不用加lock吗 不用了 不用加lock了 ok 不用了 这个用index可以解决的东西不用惊动到lock了 不用的 没有这个必要 ok 没有这个必要哈 然后 然后let 4 power of x be y 然后解出来y 可以 可以 只三可以 只是 你会多多做一个step咯 因为会害怕你忘记 subsitute回去 找回去而已 ok 好 怎样 怎样变那个4 power of x 看好 我只讲一次哈 因为我们赶时间哈 你按64 然后你按等你 一定要按等你哦 然后按shift 然后按这个钮 ok 按这个钮 啊 你就会找到答案了 只有这一款计算机可以 除了这一款计算机 其他的ms是不可以的 ok 除非更更厉害的就可以了哈 呃 除了这款计算机 其他计算机是不可以的哈 指讯 ok 指讯是吗 ok 你刚才问我的我已经回答你了 所以如果 呃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话 你过后可以再问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我已经讲了第二个了 第二个是solve的 我已经讲了 现在呢 我要你看show的 什么叫show呢 我们看slide number 13 大家翻开slide number 13 show的slide number 13 13 12 13 ok show show show是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的课本里面会有 虽然他在整个trial paper里面 只有这个slang出过 他就没有再出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掉以轻心 既然在课本里面有的 我们他也不难 所以我觉得学起来不会 不会 不会 不会损失 你明白吗 他不难 真的不难 很容易罢了 ok 可是会很多人忽略他 然后slango去年有出 ok 好那我们来一起看 那他是要怎样子做呢 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6k全部 弄出来 所以我会这样子做 有点厚 这个 ok 我们要把我们的6k全部factorize 出来 所以呢 我会这样子做 嗯 有一点厚 这个 ok 6k 就像刚才我把6瓜色度 拿出来 然后加6k 把6 power of 1拿出来 减18 然后6k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factorize那个6k出来 ok 所以equals to 6k 6 power of 2 加6 减18 ok 然后接下来呢 是equals to 6k 这个6 power of 2 6 power of 2 加6 减18 我们按一下计算机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24的 所以这里是24 所以我最后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 since the integer is 24 所以since 呃 呃他有写一个方法的 可是呃 这里我看一下那个给分数的 他给什么 嗯 ok 他给的第一分 他会给在这里 你有换他会给一分 这个给一分 这个给一分 ok三分他就这样子 可是他可以做一个结论的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结论 你就讲 嗯 24 这个 你就写这个多一次 ok 20 这个这个is divisible by 24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of k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就稍微的写这一句多一次 如果你是马来文的 你就照着这里来写就可以了 ok 因为他要你tunjukkan 你就show给他看哦 他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24 ok 24是可以被24整除的 ok 24 is divisible completely by 24 24是可以被24整除的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被24出的 ok 如果今天我问你啦哈 如果我今天做做做出来答案是48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可以说这个可以被24整除吗 如果我今天不要这样子看那个题目啊 我算算算算算出来是48 可以 为什么 因为48就是我的24的倍数来的 ok 他是我的24的倍数 所以48是可以被24整除的 所以呢 他是divisible by这个24的 ok明白我要get 明白哦 不要以为就一定要拿到24 不是的 所有24的倍数都可以 ok 所以最好你可以的话就refer回这个textbook 再看一次textbook的这个写的这个结论 ok 虽然schema jawapan里面是没有给那个 没有给分数给那个结论 可是我觉得多看一眼是好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在index 啊indices里面有的时候 ok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会有这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就是他会给你两个equation 然后要你solve slide22跟9 来我们看22 因为我靠啊9靠近了 ok这样子的 ok 这个是formtree的学生 我的formtree的学生都会的 所以我不aspect不管你是form4还是form5啊 啊都应该要会啊 这个是我formtree学生都会的 ok 今天你要从这个里面 写出一个equation 然后从这个里面 写出多一个equation 所以来我们来看 ok 这个啊 3 3 power of 4x 然后呢 乘给这个是3 power of negative 2 所以that's why我说你的index还是要很strong的 就是今天你可以把1 over 9 变成1 over 3 power of 2 然后变成3 power of negative 2 所以这样子的转换的能力你是要很强的 ok 如果你本身的这个基础没有很强的话 可能你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你就不会转换了 ok 所以equals to 3 81 是3 power of几 3 power of 4 3 power of 4 3 power of 4 ok 所以乘我们的power就拿来加3 power of 4x 点2 等于3 power of 4 所以呢 我可以做的结论 就是4x-2等于4 ok 所以4x-2等于4 2x-1等于2 我除2 所以2x等于3 所以x呢 我们就乘进去 这个是y 这个是y 我y-1 我少少写东西 sorry sorry 这个有y-1 难怪好像solve起来这么容易的今天 ok 好 这个都没有用了 都没有用了 ok 来 ok 好 3 power of 4x 乘给3 power of negative 2y 加2 等于3 power of 4 ok 所以呢 我们就乘进去 negative 2 乘给y negative 2 乘给negative 1 等于positive 2 ok 然后接下来呢 3 power of 4x 加negative 2y 加2 等于3 power of 4 ok 所以是3 power of 4x-2y 加2 等于3 power of 4 你就会拿到4x-2y 等于2 这个是你拿到的第一个equation ok 所以就是你这样子弄到一个equation 过后 然后另外一个也弄到另外一个equation 然后过后呢 你就用你的这个 substitution 还是 elimination 去solve它就可以了 ok 所以接下来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8 power of x 除给2 power of y 等于64 所以基本上我的习惯呢 是把所有的号码弄小先 所以2 power of 3x 2 power of y 等于2 power of 6 是吗 2 power of 6 嗯2 power of 6 ok 然后接下来2 power of 3x 因为它是除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y 等于2 power of 6 所以呢是3x-y等于6 这个是我的second equation ok 所以你有两个equation 接下来的我可以交给你们吗 ok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很容易 所以基本上你就去做substitution 或者elimination 你就肯定可以找到你的这个xy 所以我给你看到这个会是其中一个 图体方式 还有你看这个slide number 记了啊 slide number 22是吗 我忘记了 是的 22 我们看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2 啊你看 ok 看到吗 你看它给你的东西 ok 你看 这个全部都是一个sato family 都可以变成best tree ok 然后呢 这个全部可以变成best tree 然后呢 你做两个equation出来 substitution 或者elimination 就可以找到你的xy ok 这个会是 所以这个你可以try 你可以try 看你可不可以吸收到刚才老师教的东西 ok 最后一个 所indices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justification slide number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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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嗯 这个呢 是这么多题当中呢 我可以说是最难的 呃 算是kebab题之一 ok 基本上它会比较跳tone 就是跟平时的这个出题方式不一样 ok 好 来我们来看啊 他说 ok 呃 嗯 嗯 哪一个的statement是对的 他不要你算 他要你用hukum index 来证明给我看谁是对的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会做的事情呢 我一定要确保我的power是比较高的 ok 就是我的power是相同的 ok 我会这样子做啊 ok 5 power of 3乘给100 ok 然后这个是3 power of 5乘给100 ok 我会要我的两个power都是会有一个100的成分 然后呢 我会让他5 power of 3 100 3 power of 5 100 ok 所以这样子呢 我就会看到我的两个的power是相同 这样子我才可以做compare 不如我compare不到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的5 power of 3是等于多少 5 power of 3是等于125 power of 100 ok 我的3 power of 5是多少 我的3 power of 5是243 power of 100 ok 好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之下 我们都是要乘100次 ok 就好像1 power of 100 跟2 power of 100 你觉得你的成就出来的会是哪一个比较大 1还是2比较大 很明显咯 我们的2比较大咯 ok 如果3 power of 100 当然是3比较大咯 你的这个号码 谁越大 谁就比较大咯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power是一样的 如果power不一样就比较难分辨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特征点 ok 我就用着我的hukum index ok 然后把它变成这个bass是不相同的 可是power是相同的 所以这样子比较之下 你可以告诉我谁是比较大的吗 所以呢 我可以说这一个是比较大的 所以谁是比较大 has one 是比较大的 ok 所以我的答案是has one ok 明白了吗 所以就这样子has one ok has one 一分 然后他看到你运用 他就给你一分 虽然他只是两分 他kbass他也不会讲为难你 给你一个五六分的kbass 不会啦 他就给你一个两分 看你会不会去运用 或者你学到的东西 ok 好 那我的index 有明白吗 有看到我的整个index的流程 现在对index有没有比较安心了 看index的时候会不会有觉得 ok 看来我应该应该是可以tackle他的 我都大概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啦 就是今天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你要去打仗 你一定要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 对方长是大象的样子还是giraffe 这大象这么大个还是小老鼠这么小个 你都不知道你要怎样去打仗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 对方长什么样子 哦小老鼠罢了哈 ok啦我拿一个小龙子就可以了 哇对方是一只大象这么大只 哇那看来不可以拿小龙子了 对不对 我们要拿的武器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trap 还是怎样 你明白吗 ok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 这样你打起仗来的时候呢 你的心也会安心很多的 ok 好 你也会知道你自己不会什么 点单来说 ok 好那接下来 还有力气进行这个logaritum 吗 有吗可以吗 我还是你们觉得你们需要休息一个 one to two minutes before i continue logaritum 应该还可以了哈 logaritum过后可能就要 要要稍微的休息呀 还行啊还行啊 ok 那logaritum我们有八个这么多 可能我会讲一半先 一半过后我们休息一个两分钟 然后我们再继续一半 ok 好好不好 ok我们先啊 ok那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logaritum ok 所以就老师会教你的就是长这个样子 他教不到你其他的 ok ok来 logam乘给n呢 你要把它分开来记得是用加 ok 好不要我最怕看到人家写什么啊 ok我最怕人家跟我写什么啊 那是这个是不是成啊 这个成我也成 ok sorry你就错了 ok你要记得哈 当你分开来的时候 你这个一定是一个加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除的话就是一个减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一个呢 我们的这个paral end呢 你是可以把它整个拿下来的 ok 然后呢 logab 我们也可以把它拆分开来 拆分开来 logb over loga 然后呢你是可以转换他的这一个best的 你可以依照着他的题目去配合你想要的best 这一个蛮常用的 ok 转换这个best 然后这个不常用最后一个 不常用 可是你不可以说万计 因为有时候还是他会bop out的 ok 所以接下来老师会带你看到他们的各自的出题方式 ok 第一个我会先 呃我不会照着这个floor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我会照着我自己的floor 总之八个我都会讲完 第一个也是 是simultaneous equation 刚才indices有吗 logarithm也是有自己的 ok 所以我会带大家看一下 logarithm 怎样用一个simultaneous equation的方法来出题 来我们看slide20跟25 ok 20 slide number20 ok 你看 他会是怎样 嗯 这个 嗯 你看 这个 你看 他 他完全没有 他没有讲完全都是logarithm 你看他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index 刚才我们学的 然后呢 你要利用这个index 变出一个equation出来 然后呢 再利用这个logarithm 变出一个equation出来 然后呢 这两个equation出来过后 你再用substitution跟elimination的method 去找到你的value of x跟value of y me line x跟me line y 看到吗 ok 只是刚才我们是index跟index 然后这个是index跟logarithm 可是呢 他的解题方式呢 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 来我们来看啊 这一个呢 你看我 我就 我就不讲这一个了 我直接讲log ok 来我们看log2y equals 你要记得 你不要看到这个2 就好像ignore他 我们要同样你有log 我们全世界都要有log ok 全世界都要有log 所以是log2 2 power of 2 ok 你看 为什么我会这样log2 2 power of 2呢 他会是这样 我们的log2 2 我们的这个power of 2拿下来 2 log2 2就是我们的1 log3 3也会是1 log4 4也是1 所以我为了配合他的这个log2 所以呢 我故意放2在这里 所以你不会讲我看到我放log3 3 ok 不会的 ok因为我要配合他 ok 所以我会让大家都是log2 2 所以是加log2 x-2 所以这个是log2 log2 y equals to log2 这个是4 然后这个是x-2 ok 因为这个是加 所以呢 我们就拿来乘 ok 我们的这一个 这两个拿来乘 这个跟这个是拿来乘的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就y equals to 4x-2 ok 那我们的这个跟这个 他用compare的方式拿出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第一个equation了 4x-8 这个是你的第一个equation 然后你从这里拿出你的第二个的equation 然后再用很简单的substitution 又或者你喜欢elimination也ok 然后就solve它就ok了 ok 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的slide number20 还有一个是slide number25 ok 我们的slide number25 那么25啊 你看 所以你们可以去try 你看 他们的题目真的会是类似的 你做多你都会觉得很显了 你可以有没有别的 来来去去就是这几样的 ok 来来去去就是这几样 所以你看 他的这个是用lock best5 best5 所以呢 你这个要换lock 5 5 ok 所以配合它 配合它 千万不要跟它对着干 ok我们就配合它同样一个best 然后这个做一个equation 这个做一个equation 然后就可以solve了 你看这个是2 power of 2 2 power of 3 都一定可以的 ok 好我们已经讲完lock的第一个出题方式 好我们看第二个出题方式 第二个出题方式是蛮 蛮 蛮出名的 所以蛮出名的就是他出的蛮多的 ok你可以看到他都会把 这个问题堆积在这里 ok 问题堆积 他都是y in terms of x 然后他也是有像之前的这样子 他会有两种的出题方式 ok好老师会带你看第一种先 第一种呢 是131311跟22 ok来那老师的这个等你等你是什么啊 等一下你就会懂 你只有听了课你才会懂我的not在讲什么 你没有听课你看着我的not 你是他在讲什么 他在写什么这样子ok 那我们来看ok 你看啊我们看我们的第四题啊 ok你看你会看到这个 我先把这个插一插不很乱 ok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啊 然后呢他真正的这里呢 就是叫我们 express b in terms of a ok然后他会给你的题目呢 都是讲这个样子 什么等你什么 然后他就要你express b in terms of a ok express a in terms of b ok看到吗 我再证明多一题给你看啊 这是其中一种啊 好我们看slide number 3 看slide number 3 number 3 number 3是这个 你看 你看啊 express y in terms of x 然后你看这个 然后等你 这个 ok 他的batten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要你y in terms of s 等下你去看slide number 11 跟number 22 他也是会这样子的 我再看多一个就好 22你就自己看 ok slide number 11 11 嗯 你看 啊 老师没有骗你的 你看 等你什么 然后要你 啊 form an equation in terms of p and k ok 然后他要你form in terms of p and k 然后这个是in an equation p and k ok 这个他没有in terms of什么 in什么 ok 没有问题 然后我现在要show你的是example 3 我们看example 3 我们看slide number 3啊 我们看slide number 3 ok delete ok 好我们看slide number 3啊 soy y in terms of x ok 这个是很standard的一种题目来的 所以呢你看 这个是log 2 log 2 这个没有log 2 所以我要让他也是会变成log 2 所以呢我会做的是2 log 2y 等你 log 2x yeah log 2 2 power of 4 ok log 2 2 power of 4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等于一个1来的 当我们的这一个4拿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等于这一个题目的4 所以我只是为了配合群众 所以that's why你会看log 2 2 power of 4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那我们就会把它变成这个log 2y power of 2 等于log 2x 等于log 2x 加 这个是加的话就是乘的意思哦 ok 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 这一个乘给 这一个 2 power of 4是多少啊 2 power of 4是16 所以呢是16x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之下 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之下 哈 看到吗 ok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所以 y power of 2等于16x 然后我们看回题目 他要y in term of x 所以是y equals to square root of 16x 我们不要guassaduo的时候丢过去 他就变成了buncha guassaduo 所以y等于4 square root of x 做完 ok 所以你看每一题 你看你的slide number one也是一样的 你看你的slide number one 你看他的best 这个best不一样的话 你就要把它变一样 怎样变一样 这个题老师就稍微讲一下 log3a-logb-log9等于2 看到吗 ok 那他的best不一样的话 你一定一定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一样 所以呢在这里 我把b跟9拆开来了过后 让他变成best3 ok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吗 你看到这个log39吗 log39 他就会变成了2 ok 所以log3a-这个是2 log3b等于2 ok 所以我就会每一个都拿来乘2 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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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简 log3b等于4 ok 所以接下来的我相信你应该会做了对不对 log3a- what's a dual 因为他的这一个是减 所以他会是一个除的关系 等于log3 3 3 power of 4 所以既然他的best是一样的 a power of 2 over b is 3 power of 4 which is 81 然后他要什么 b in terms of a ok b is equals to a power of 2 over 81 ok a power of 2 over 81 明白吗 可以明白吗 可以明白吗 可以理解吗 你就是这一题跟刚才那一题 他这一题会稍微难一点点 是因为刚才那一题呢 你会看到他的他给你他的best呢 已经是一样了 所以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直接做就好了 可是这个slide number1的第一题呢 他的best呢 是一个3一个9 可是3跟9还是很很接近嘛 对不对 所以that's why你要用这个技巧 ok你要用这个技巧 就是换best的技巧 来让他变一样 ok 表示为什么log3b前面有乘2 因为哪里log3b log3b有乘2 因为我要整个equation拿来乘2 因为我不要这个分母2 所以that's why我乘2乘2乘2 让全世界乘2 ok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分母有2 ok 好 所以in terms的这个题目就越来越多 i see ok 好 所以这个就in terms的 我就留给大家去继续try了哈 所以这个呃 我刚才讲了1和3 你们可以去try11跟这个22 好接下来in terms的还有第二种 怎样子呢 哈你看啊 我们slide13 我们slide13 我们的13 20 24 29 我们看13 20 24跟19啊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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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里 13 ok 好 我把这个擦掉啊 因为太乱了 等一下 嗯 delete ok 好来 你看 这个就是也是 什么 in terms of a and b 也是这样子的 ok 可是他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他会给你一个东西 他会给你一个东西 然后 ok 这个就是老师刚才画的两个东西 然后这样子的意思 ok 他会给你两个东西 然后他要你express 这一个in terms of a and b ok 所以这两个是clue来的 是线索来的 你要会用 然后把它apply进去 你才可以用 ok 我再做 我再show你多一题 我们的slide number20 ok slide number20 给你看到他也是这样子的 20 你看 你看 ok 看到吗 老师没有骗你的 他真的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一个 这一个 老师的那两个眼睛 有看到吗 老师knots里面的那两个眼睛 这样子 然后那个笑脸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你 in terms of x and y ok 这个就是他要你in terms of x and y 你去看slide number24跟29 也是长这个样子的 可是老师要讲那个13的 因为他比较难一点点 这个我还觉得他比较容易 ok 所以我要讲那个13的 你们放开这个slide number13 ok 我要讲这个13的 因为你刚才他的 他给你的这个clue 已经是一个logarithum的样子 可是这个不是 所以我要我要跟大家讲解 你们翻到了吗 翻到13了吗 找到13了吗 找到了13了吗 跟我讲一下 找到了13的跟我讲一下 找到了哈 那我开始了哈 ok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呢 他5parall of a 跟5parall of b等于t 他都是index的样子 可是今天他要我这个嘴巴 是把它变成a and b 所以他都inlogarithum的 hello ok 所以我不可以没有logarithum 所以我要想办法 找把这个index 变成logarithum 你就ok了 就是这样多了一个步骤而已 ok 所以呢我会把这个index 变成logarithum 所以呢我会把它变成log 这个是5parall of a is equals to s log5parall of b is equals to t ok 所以我把前面他给我的那两个 clue 变成logarithum的样子 变成了过后呢我们就来看 log25sparall of 2 那既然他是sparall of 2 除给这个5t 那我就直接把它变成减 ok negativelog255t ok 那接下来你觉得我会做什么 我会朝一个方向 我要把它变成a和b嘛 那我的a和b在这里 然后他是in这个best的 你觉得我要变什么 我要怎样 我要朝什么方向 对 我要朝跟它一样的方向 就是同best 就好像我们index 它全部是2 4 16 你是不是要把它变成同样一个best2 这个也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我会把它变成logsparall of 2 log25 5-log5t 这个是log25 所以呢我会把它变成这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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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这样子就好看很多了 ok好看很多过后呢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你看我都看到希望了咯 你有看到希望吗 log5s log5t ok 我都已经开始渐渐的看到希望了 ok我再把它simplify一点点啊 我再把它simplify一点点 这个是 这个是2 你用计算机按也可以的哈 因为它全部是号码所以你可以用计算机按 所以呢这个是2 log5s ok 基本上我已经知道它是a了 然后减 这个是2 这个我就要把它拆开来 log55 5 y5 加 log5t ok 所以log5s跟log5t 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2 a啊这个是a 2a over2 减 1 加 b over2 ok 所以a跟a 这个2跟2月减它剩下a 减 这个要小心啊 one over two negative positive negative b over two ok 这个要小心小心哈 ok 这个要小心 这个呃 很多人会不小心写成加的 也很多人会不小心写成加 这个是减来的 这样子你就做完了 ok 那你要排美一点啊 还是怎样啊 都可以啦 ok 你不想排美 这个也是final answer 你一定是可以拿到一分了 ok 你的final answer 已经是可以拿到一分的answer ok 看到了吗 看到这样的题目以后会比较不怕了没有 ok 你看他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你相信老师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都是这个这个 然后他要你有一个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你利用它去做成那个题目就可以了 ok 好 那24跟29 老师就留给你们try ok ok 可以吗 ok的话给老师一个 ok 有听听的话给老师一个 ok 给老师看一下可以哦 可以 very good ok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那这两个我们已经讲了 这两个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是要讲四个然后再休息两分钟对不对 ok 有吗 我也不记得了 你怎么这边只有 嗯哦 proving 跟 inequality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 ok 不理他先 我们继续 我们看solve 四七十 四七十 三十一跟三十五 ok 我们看solve的题目啊 四 slide number four 我们看slide number four slide number four 嗯 好 solve的其实是很容易的啦 他就是这样子给你 ok 你就这样子solve而已 他基本上会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solve的意思呢 就是今天你在里面 你看到什么 你要你solve你要找什么 你要找什么号码 你是要找P还是找X 你是要找P还是找X 当你要solve的时候 你是要找P还是找X 你要找P还是找X 啊找X啊 你是要找X啊 P只是他给你的一个BASS来的 ok 你是要去找那个X的 所以呢 方法很简单 inBASS也要同BASS 我们也是要同BASS的 我们不可以不同BASS的 所以你看到呢 他的BASS是P 不一样哦 我们就要换BASS哦 ok 我们就要换BASS 所以是logP 5加X 瓜是duo 等于 这个是log 3-X 3-X log P P power of 1 over 2 Square root of P 就是P of 1 over 2 所以这个是P 这个是P ok我故意让大家都是BASSP 所以你看 你就解起来 你就可爱可亲很多了 ok 那这个呢 log PP就是等于1 那他就是等于1 over 2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logP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logP 5加X part of 2 等于这个是2 logP 3-X 这个是1 over 2啊 就好像这个是A over 1 over 2 A除给1 over 2 A乘给2 所以that's why你拿到2A ok 所以从这里变到这里 ok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2拿上去 5加X part of 2 等于logP 3-X 把我的这个2拿上去 所以呢 我这个2是part of 2 然后过后你会做什么呢 你会拿5加X part of 2 等于3-X 你觉得你expand过后 你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很可能会有一个quality equation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 可是我知道接下来的 不难 你可以自己sort 你的答案是2 over 3 你觉得需要老师继续解释吗 还是你觉得 哦 我已经有概念了 我已经知道 他大概的解题方式 原来就是这样 接下来的我可以handle了 可以吗 可以自己handle吗 可以啊 OK 那我在 如果你可以不需要我handle 接下来的步骤的话 那我至少还可以 带大家看多一题 我们看slide number 7 我们看slide number 7 你看 什么 很一样的 OK 你看 这个人家是power tree power night 我们就变一样啦 OK 变一样而已 这个是slide number 7 OK 我们就变一样 那讲变一样呢 我们就把它change best哦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 我会在外面换吗 我在想我要不要在外面先换 这样子吧 我把这个乘上去先 OK Log 9 Log 9 2加 x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的Log 3 6加5 x is equals to 4 这个是Log 2加5 这个是Log 2加 x 这个是Log 2加 x Log 9 OK 所以这个是3 这个是3 然后呢 你就继续的做下去就可以了 OK 因为基本上你已经是同best了 然后呢 这个你可以按计算机 你会拿到2 2跟2越减 你会拿到2 然后呢 你就会拿到Log 3 6加5 x 等你 把2拉上来 Log 3 2加 x 2 OK 然后你就接下来就 Equalize这两个东西 你就可以做完了 所以你看 你solve的题目就会长这样的 OK 我说你多一个slide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0是这个吗 你看 solve OK 所以老师没有骗你的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不同best 你就是要想办法 把它变成同样的best 然后就可以继续做了 OK 所以他很考验你这个换best 因为index也是一样嘛 他要换成同样一个best log 也是一样 要换成同样的best 所以接下来的题 你就自己做了 OK 所以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的solve OK 还可以吗 同学们 还顶得住吗 还顶得住吗 是越听越有精神 还是越听越变三这样子的 还顶得住吗 顶得住啊 OK 要顶住要顶住 OK 尤其是spm的考生 from 4的学生 你跟我讲 你现在还零刚零刚 OK 我原谅你了 OK 可是spm的考生就真的不可以了 要 can best还是不熟 多做 多做 OK 总之你要想 想办法 让两个的best变成一样 就可以了 OK 明白吗 一定要变 所以还可以啊 还很ohm 还很energy 还smangat OK 如果是smangat的话 我们讲多一个 OK 我们讲多一个 然后我们take a shortbread 因为接下来 这两个都很重 这两个都很 呃很很heavy OK 所以before我们进入两个很heavy的 我们take个两个mini的bread 大家去喝水一下 然后再回来 OK 我们进行多一个很容易的 sintify 啊 这个 像gacang pute这样子 60 26 60 26 OK 我们来看slide number6 看slide number6 OK slide number6 6 啊 OK slide number6 OK delete OK 我们看 它跟我们的index的simplified 是差不多一样的 它只是因为 它把题目换成logarithm 你看 它给了你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要你变成一个single 就是变成简单 呃 simplify它 像我刚才给的例子 9 over 3 然后或者9 over 6 你要你约减这样子 然后要约减的前提是什么呢 要make sure你的best是一样的 那既然它的best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很容易咯 你就基本上你就是呃做一个这个是除吧 ok 你就把全部拿来除就可 因为它的这个 是减嘛 所以你就拿来除就可以了 这一题真的很容易 所以它为什么给你一分罢了 太容易了 ok 所以来我看slide number10 slide number10 number10 ok 看有没有比较难的 simplified 嗯 还可以 ok 那我就讲这一题 simplified 竟然看猜 有人说就是会比较 不会 这个 ok 好 来我们来看 它要我simplify 要怎样simplify 我们就来看我们有没有tombass啊 我们有没有suttle family 只有suttle family 我们才可以simplify 那现在我们没有suttle family 我们就要simplify成suttle family哦 ok 好 来 我们的这个lock 还是很厚哎 那个音 ok 我们的lock 3 3x 减1 减 lock xquassadual lock 9 ok 你就把它 一分为二 把它拆开 xquassadual在上面 9在下面 然后过后呢 你要放bass什么 你告诉老师 你要放bass什么 你要放bass什么 啊 很明显咯 要放bass三 你不可能跟我讲 老师 今天我的lucky number是7 我要放7 那我就 祝福你啊 ok 所以当然我们就看到咯 我们是要放bass3 我们要suttle family嘛 对不对 suttle one 什么one Malaysia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 看完 看完要睡了 什么叫看完要睡了 你先去睡吧 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 就不要这样 不要浪费时间 ok 所以这个 lok3 3x-1 减 这个 lok3x quassadual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2的情况下 ok 当我们找到了2了过后呢 我们就是 这个 lok3 3x-1 减 one over two lok3x power of two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 one over two放上来 放上来的话呢 它就会是半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lok3 3x-1 减 lok3x ok lok3x 所以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是2 乘给one over two 所以that's why 你会剩下这个1 在这边 ok 所以今天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减的关系 所以它会是变成成还是变成除 它这两个lok的关系是减 那它会变成成还是变成除 所以lok它会变成除 所以它是lok3 3x-1 2x ok 你就做完了 这个叫做simplify 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变sato family先 想办法变sato family 它本来就有sato family你要投销 可是分数也不高 ok 那它没有sato family呢 你就要把它变成sato family过后 然后simplify 中间是加 那它两个就拿来成 中间是减 那两个就拿来除 就这样简单 ok 所以剩下的那几题 你们就拿来自己try一try 看看有没有明白老师讲的东西 ok 所以你每一次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rope在哪一个地方 你明白吗 很像你这样做提前 老师跟你讲 oh logarithm有六种问问题方式 还是八种问问题方式 然后每次老师我这个都很差 那你就多刷 那你这个部分你就那几个slide的题目 你就拿出来多刷几次 ok 多做几次这样子 这样你就知道你哪一个地方比较弱 ok 好 那这个solve的部分呢 老师也是simplify的部分呢 老师也是讲完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样子就好了 老师再看多一个26 262626 你看老师没有骗你的啦 你看这个26是simplify 这个这么很像啊 这个啦 这个前面是index 这个你看老师没有骗你的 simplify 这个变成一个简单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make sure他们是simplify先 simpl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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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 那你就把它变成simplify 过后 这两个就拿来成 出键 他们就拿来除 等下你去try 4分 看你可不可以成功的把它拿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 你考试出的时候 考试你的svm出的时候 哇 你就会走路特别的有风 ok 你就已经知道它的technic在哪里了 simplify 乘加除减 ok 就是这样简单 ok 好 来 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的inequality了 所以我给大家休息一个两分钟 可以吗 我也是要去喝水一下 现在十点半了 我还有很多还没有讲啊 要哭了 ok 还有剩下 lock of third lock of third很宽 应该半个小时可以解决的 proving 我就不讲了 因为proving 它的step很死啊 所以你们自己看啊 所以等一下我会花时间在inequality 跟logarithum 跟exponential 因为那两个很heavy ok 所以我会休息到 我现在的时间是十点二十七 然后我会休息到这个十点半 ok 嗯 很怕那个long exponential 所以就知道你们怕啊 所以就特别特别写了笔记 然后特别花时间 要跟大家就是呃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题目会怎么出 这样子 ok 所以大家去去上个厕所喝个水 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准备好呃下一场战争 这很容易啦 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 然后呢 笔记可以share吗 呃我的补习班的学生才拿得到 不是因为因为呃只有补习班的学生才拿得到 呃你们你们screenshot了 either你们screenshot然后自己写下来 嗯 screenshot然后自己写下来 这个笔记呃这个 我是怕那种题型是很复杂很少见的 我已经把所有的题型分析给你看了哦 你等一下听完这整堂课 你再看看咯 看看我没有讲到一些 我已经把全部有报特训班的话会拿到 是的 只要是我的学生都会拿到啊 我连讽佛的学生我都给 我只给我的学生 我只给 因为呃外面我不知道外面会有谁 因为上呃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会有别的嗯 补习补习色的老师啊 他们会偷偷跑进来 然后呢就是可能要拿笔记啊还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如果没有报名的话 基本上我不会给的啊 只有报名是我的学生我才给 嗯 啊对咯 所以就是很难预防 所以这个是我很用心做的 我花了差不多六七个小时写这一份笔记 去做完整份的这个分析 分类 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写出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我嗯我不想有心人就是这样子拿了就就就就做了一些事情 这样子 所以嗯 我就就所以我就只分享给我的学生 然后就希望我的学生好好珍惜这样子 考试可以加水印 是咯我的我的助理就是这样子讲 哎呀我跟你讲水印也没有用了 他们会插得掉的啦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呃他们会水印的东西你带的下去 他也可以拿的出来 现在科技这样这样厉害 所以呃我只能讲大家互相爱惜这个知识分子的产权 是什么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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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做一个背景 哎呀我觉得他要拿就拿了 就代表我很厉害吗 他才会想要拿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是不是也对哦 请问刚才B的答案1 over x 什么B的哪一个答案啊 等一下我给你schema就要帮你自己查了哈 我已经不知道哪一个打哪一个了 ok去买哈其他又不用啦 我是很愿意sharing的 只是我不希望有一些老师 可能他拿了过后他就讲 这个是我写的 我就觉得 这明就是我写的 然后他就拿过去 然后就讲他是他写的 有时就就会觉得很无奈咯 会这样子咯会觉得很无奈 我又没有讲 我不是不愿意sharing的人 只是我会觉得你要尊重咯 这个是来自哪里的笔记 这样我ok的我没有问题的 你不要拿了过后 你就讲是你写的 然后我就觉得连 连我的 我还看过就是连我的这个笔 就是他拿就是我没有水印嘛 他直接拿然后说他写的 然后我讲这个字笔你写得出 你写一下 他连字笔都不换 就直接整份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无奈 他连字都懒得写 懒得写多一次 就直接拿我的字笔 我想这明明是我的字笔 你还要跟我吵 会觉得努力成果 对咯 所以that's why 从此过后 我只只给我的学生罢了 其他的公开课的我就不给了 题目我会给你们啊 答案我会给你们 可是笔记我就不不给 我就只给我的学生而已 ok 所以希望 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了哈 你的学生拿 你的学生笔记哪里拿 你是我的哪一个学生 我应该是 助理应该还没有发 我也不懂 你可以跟YY拿吗 你可以跟YY拿吗 你们找YY ok 你现在跟我拿的话 我也没办法发给你 因为我在上课 除非课后的时候 你再跟我拿 我再发给你 哈 不如你就要找YY ok 嗯 助理发咯 对呀对呀 嗯 ok 好 9点半了 我们再不开始 等一下我们讲到11点 都讲不完 ok 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个 inequality 好 logarithm也会有 inequality的题 就是你会看到这样子的 ok gda samaan 所以呢 我会讲一题 14 23跟31 我会讲14 然后呢 大家23跟31呢 你们一定一定要记得去做 ok 不要没有做 ok 好 来我们来看这个14题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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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14在这里 ok 好 来我们看这一题哈 ok 所以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应用题 这样子的 ok 来我们看 the temperature of solution after t minutes 是这样子的 他给你一个 一个 equations 然后呢 他要我们找 initial temperature initial temperature 就是一开始的 这个温度 所以呢 就是t等于0 所以当t等于0 就是30 4 power 0 这个4 over5 power 0 一定会等于1 所以答案是30 ok 直接写30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的单位是没有关系的 我只要看到30 我就会给你分数了 ok 然后接下来呢 他问 find the value of p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15.36 所以呢 来我们来看 当我们的这个temperature是15.36的时候 我的t会是多少 ok 我要把这个擦掉啊 这个30 4 over 5 power of t 等于15.36 ok 好 那这样的t呢 你就要用logarithm来解题 所以呢 我会这样子做 4 over 5 power of t 我把15.36 除给30先 15.36 除给30 所以呢 我就看到答案是这个 0.512 所以答案是0.512 ok 我把30除过去 就是0.512 接下来呢 我就会log ok log both sides 这样子log呢 log 一定是best 10啊 ok 那你要写best 10 ok 一定是best 10 不要用其他的 奇奇怪怪的 ok log 10 0.512 然后过后呢 我会把我的这一个t 给拿下来 ok 那我拿下来过后呢 我就会拿t log 10 4 over 5 equals to log 10 equals to log 10 0.512 ok 然后过后呢 我会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一个整个呢 除过去 所以呢 我找到我的t is equals to t equals to log 10 0.512 除给log 10 4 over 5 所以我的t等于多少 你就直接的 press your calculator 你就可以找到了 ok 直接的按计算机 就可以找到了 ok 好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不会的题 所以呢 我故意讲这一题 因为这一题有分成三个 第一个是当t等于0的时候 哎你这个是一分的答案了 哈 你就直接写答案就可以了 然后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子 然后你一定要记得要学会按计算机 你有没有按到3 一定要学会按计算机哦 ok 不要看了啊 老师这个会了 我会按了 不用按了 然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怎样按都按不出 ok 你要确保你可以按出答案是3的 ok 你拿到了3过后 ok 我先把这个擦掉啊 我们要来到这个in equality的部分了 in equality呢 我们来看 calculate how many minutes 要找多少minute呢 make sure the temperature be less than 5 degrees 就是我们的温度呢 会是少过5度 所以我们要找几时 它会少过5度 所以呢 30 4 over 5 power of t 是少过5度的 我们要找几时 它会少过5度 ok 4 over 5 power of t 少过 所以我拿5除给30 所以我的答案呢 是1 over 6 那如果你不要 你看 老师我可以写0.16667吗 自我的话 我可能不鼓励你这么快写 因为可能你会 吃掉一些decimal point 所以我不鼓励你那么快写 ok 所以接下来呢 我一样的会lock both sides ok lock 10 4 over 5 power of t 那跟刚才的步骤是一样的 我要把我的这个t呢拿下来 ok t拿下来了过后 lock 10 4 over 5 少过 lock 10 1 over 6 ok 现在这个是关键点啊 来打个星星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好 来 我的班上的同学告诉我 我要做什么 啊 文豪 给你一个like 对的 ok 非常有自信 直接就告诉我 要check 有没有negative ok 所以不知道的同学 来做一个记号啊 你一定要check他 这个是不是negative先 为什么要check 等一下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check先 ok lock 10 这个是4 over 5 ok 那我看到这一个答案 它是negative的 当它是negative的时候 ok lock 10 1 over 6 除给 lock 10 4 over 5 当它是negative的时候呢 你的这一个 是要转过来的 ok 很多人不知道 ok 很多人就以为 啊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抄抄抄 像等你这样子一直抄抄抄抄下去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在这一个步骤 做错了 ok 所以当你看到它是negative的时候 你就要转过来 如果它是positive 需要转吗 同学们 如果它是positive 需要转吗 嗯 就不需要了 ok 如果它是positive的话 它就不需要转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t是大过 然后我们就开始按计算机了 ok 1 over 6 然后接下来是lock 10 这个是4 over 5 所以答案是8.029 所以是大过8.02 啊 零 都可以啦 零三 ok 我们的t是需要大过8.03的 所以我们的t应该是多久 要多久的时间 我的温度才会少过5 所以我的多久 对了 9 ok 我的时间就是我的t需要9分钟 就是这样简单 老师这边没有negative 为什么sign还是有换 老师这边没有negative 什么叫这边没有negative 哦 因为它的答案是negative 你看你看 啊 这个 这个 它其实是negative来的 只是因为它在logarithum的样子 它inlogarithum的样子 所以你看不出 啊 所以that's why我要你按计算机 因为你logarithum你看不出它有没有negative的你知道吗 ok 所以你按计算机 计算机会给你知道 所以这个是最安全的做法 ok 你按计算机去make sure 你这个是negative还是positive 然后决定你的这个sign 会转还是不会转 ok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要讲的slide number 14 好 我们看我们的slide number 14过后 我们还有slide number 23跟31 我再看多一个23 看会很难吗 还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因为他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啊 是一模一样的咯 你看 你看啊 ok 他说他给你这个 他给你这个 诶 是这个吗 这个为什么会有1的 嗯 这个是有1的 1是等一下 哦 因为他是会有less than的 ok 他会有1的 那我们不要先 还有一题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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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啊 你看 嗯 他你看 minimum number of year so that 他的saving 是多过20千 所以你的saving是哪里 你的saving是这个 ok 你的saving是1500 1加0.08 power of n 要多过20千 所以基本上呢 跟刚才老师教的 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你就加1.08 power of n 把他搬过去先 ok 除给前五 然后lock both sides 然后check 有没有positive 还是negative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你的end 所以这一题是可以test 你有没有听明白 我刚才讲的东西 ok 好 那一题我就不讲了 因为他啊 就是涉及到这个 这个exponential 因为exponential 等一下我才教嘛 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exponential 那before我讲exponential的example的话 我先讲几个你们要注意的点间 ok 所以这个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not 这个not 第一个他有一点像这个index ok 他有一点像这个index 所以呢 今天如果这个是乘的话 他的power是拿来加的 如果他的exponential 他之间的关系是除的话 他的power是拿来减的 ok 跟我们的in 所以为什么index logarithm啊 他放在一起 因为他的概念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今天lon a power of 2 这个2呢 是可以被拿下来的 在这边 ok 他是可以被拿下来的 就好像lon ea 这个a是可以被拿下来的 然后呢 这个lon e lon e呢 是我们的e来的 你可以按计算计 如果当你忘记的时候 ok lon 1 ok 你看 他是会等于e来的 但是那个a power b 还是e power 吧 嗯 哦哦哦 sorry 我写错了 ok是是是 你是对的 谢谢你啊 这个是e ok是对的 你是对的哈 ok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就是e power oflon y equals to y 那normally呢 我们也会lock both sides ok 当我们lock both sides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best呢 是这个e ok 用的best是这个e 那这个e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就变成lon y 然后lon y ok 所以他也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是小小的一个笔记 那你们多看几眼 多跟他熟悉熟悉 就应该可以啊掌握的好的 ok 只是因为这个index你在form tree 你就认识他 所以你会跟他比较熟 可是这个呢 你在form four才认识他 所以呢 你可能会跟他比较不熟 多看 多看几眼 你就会熟了 ok 所以我一样会讲几个slide 给你看啊 所以我们看slide number two 所以slide number two 是这个 嗯 ok slide number two 是这个 solve的这一个 ok好 来 你们找到slide number two了没有 找到slide number two了没有 嗯 找到了哈 ok好 那我们找到了过后 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我们的e 我们把a 把它拿上来 所以是lone a power of two yeah e lone b power of two ok 那我们来看 elone elone在哪里 elone y is equals to y ok 就是elone y equals to 这一个y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 elone y 所以这个会是拿到我们的这一个 a guassadeur 加bguassadeur ok 因为e跟lone会删除掉 所以他会剩下一个a guassadeur ok 然后呢 其实这个因为他的题目是延续性的 所以呢 在这里你会找到value of a 跟value of b 所以呢 呃这个的这里在这里你应该会找到a is equals to e b is equals to 6 所以that's why你才会apply在这里 然后呢你就会找到最后的答案 157 所以lone呢他不会很难的 ok 所以他会跟其他的sert啊 还是logarithm啊 一起出题 他不会说一整题是他的 ok 所以呢 exponential跟lone可以互相删除 我的step呢很简单 第一个step就是把这个2拿上来 然后过后呢 exponential跟lone删除了过后 他就剩下a guassadeur b guassadeur 然后substitute那个a的答案下来 就找到答案了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slide number7 slide number7 slide number7 okslide number7我写大一点啊 就是1 power of 3x加2等于10 ok来 找到了吗 找到slide number7了吗 找到slide number7了吗 ok找到了啊 ok 当我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基本上我会lone both side 什么叫lone both side啊 就是这样子lone exponential 3x加2 等于lone10 ok 我会lone both side ok lone了 both side了过后呢 这个呢 lone跟这个1呢 是会删除的 所以呢 我就会拿到3x加2等于lone10 所以呢 我的x呢 你就可以找咯 3x等于lone10 10-2 所以x is equals to 我的lone10-2除给3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最后的答案啦 ok 你可以按一下计算机 然后告诉老师你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你可以告诉老师你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看一下你找到的答案有对吗 嗯对的 去你的这个答案是非常的准确 ok 是0.1009 亲爱的同学 任何除了0.1009我都不接受 ok 像0.10086 太多décimal了 我只要4significant fickle ok 你太多了 ok 那个那个joonling太多了 已经是5个significant 然后kimberly的太少了 ok 只有1significant fickle 太不准精准了 ok 所以我是要4个 至少要4个 1234 ok 一定要记在脑袋里哈 我们一定要4个significant fickle 尤其是今年考SPM的同学啊 ok 即使你现在讽佛 其实你也应该要让自己去习惯要写4个了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再看多一题 question number 17 question number 17 ok 好 question number 17 是个 是应用题的 ok 我们看多一个应用题啊 if a beam of a light has intensity of 这个 what is intensity 啊 这一个 他给你一个equation ok 然后at what depth 什么depth the intensity the intensity is half of the surface value 他的intensity是一半 ok 就是什么时候他的intensity会是变一半 ok 等一下我slide一下我的答案 ok好 ok 来我们看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他的就是他一开始是i0 ok 他的一开始是i0 然后呢 他变成了他的intensity的一半 所以他就会变成half i0 ok 所以呢 我会写half i0 is equals to i0 exponential -1.4x ok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我的这个equation的这一个i 会变成half i0 因为可能他本来是这样多 然后他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减少到剩下一半 ok 慢慢的慢慢的减少到剩下一半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half i0 ok 所以i0跟i0我会删除 他就剩下一半 所以我的exponential 1.4x is equals to one over two 所以接下来呢 我一样会用刚才的那个解答的技巧 我会loan both side ok loan0.5 所以loan跟1删除了过后 就是-1.4x的need loan0.5 所以x呢就是loan0.5除给negative1.4 来你们按一下计算机 看你们有没有可以按得到 loan sorry是loan0.5 然后这个是-1.4 所以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多少 来写上来 答案是多少 你会给多少的decimal 你会给多少的decimal 0.495 0.495 对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直接写四个decimal就可以了 ok l not 的他的number吗 什么是inot 是他的number 什么是inot 是他的number 我没有明白 这个伟宾问我什么 伟宾你把你的comment写出来 因为有时候我看不明白你们的comment 其他学生会看明白的 然后他们会跟我解释 ok 什么是什么是10 10 我有写10吗 inot 这个是loan loan loan 这个不是inot 这个是loan ln inot inot是什么 ok inot是他原本的intensity 就好像你不要 如果你想象不到什么叫intensity 你就想象他原本这桶水的volume 他本来这桶水的volume有这样多 然后过后呢 他变成这桶水的volume变成一半 你把intensity讲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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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 也是可以的 ok intensity好像是他的那个 灯的一个 这个这个 像他的颜色还是什么这样子 关于科学的 我科学真的是还给老师啊 所以我也解释不到什么叫intensity 一时讲不到什么是intensity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volume也是ok的 他的intensity变成了一半 ok 光的强度 好谢谢这些physic生 一定是这些一定是physic生的 他们才懂什么叫intensity ok明白了吗 这个伟兵 伟兵明白了吗 他就变成了一半 他就变成了一半 他本来是呃原本是这样的 然后他他变成了剩下他原本的一半 ok 好所以剩下的你们可以自己去有时间 今天我已经讲了应该应该是三题吧 忘记是两题还是三题 所以剩下的三题你们就就自己去摸索 我可以讲完就没有意思了 你们要自己去摸索 ok 然后proving我就不讲了哈 因为已经真的很迟了 所以你们自己去看 老师也写美美给你们了 ok 现在呢老师就要讲sert sert呢基本上他很简单 然后他很喜欢出 他真的很爱出 你们真的要去学 ok 所以他只有三种出题方式 一个是decimal 变 fraction 一个是rationalize 然后一个是应用题 那我们来看slide number5 他是讲decimal 变 fraction ok slide number5 ok slide number5 ok 是这样子的哈 他的这个0.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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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要你把它变成一个fraction的样子 那他是一个怎样变法呢 as等你0.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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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的概念呢就是今天我的后面的decimal 小数点后面一定是要相同的 所以呢今天我会乘给1000x is equals to 168.168168168 ok 所以呢这个是first equation 这个是second equation 然后我们要用second equation 剪掉第一个equation 就是等你999x等你168 ok 所以今天你一定是要后面啊 你要get到老师的重点啊 小数点后面是相同的 小数点后面是相同的 你一定要make sure到这种程度先 ok 如果他小数点后面的这一个repetition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可以拿来减的 ok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的ex呢 是等你168除给999 然后我会确保ok 我会确保我的这一个是有约减的 所以是56 over333 ok 这个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for这一个sert啦 他会喜欢问你这样的问题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题 rationalize 我只能讲一题吧啊 因为真的很迟了 ok slide number 2 来我们看 可是他也很容易啦 ok 看slide number 2 啊这个 ok 所以你看 这个 7 3-square of 2 ok 3- 我们要讲nationalize 你要记得我们一定是乘 乘这个东西 ok 一定是乘这个东西 3-square of 2 只是呢我们中间的这个加减符号 会变成加 一定要变成加就可以了 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做expansion 7 3-square of 2 然后呢这个你看啊 ok 我会跟你讲你直接用一些小技巧 这个乘这个 我会拿到 9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 这个 乘这个 ok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 square root 2 乘给square root 2 你会拿到 2 ok 3乘3 你拿到9 square root 2 乘square root 2 你会拿到2 然后呢中间直接放一个减 ok 因为 为什么 negative positive negative ok 所以你就做完了的 然后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呢 7乘3 21 加7 square of 2 7 9-2 这个slide number 这个slide number 几 刚才我讲了是number 2 2 2 number 2 这个是7 然后呢你可以做factorization 73加 哦这个刚才不要做factorization就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做expansion就好了 ok 所以呢我们这个7跟7越减 所以最后是3加square root 2 ok 3加square root 2 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nationalize ok 我再讲多一题啊 我再讲多一个第7题 是第7题吗 这个第5题 第5题 我们讲多一个第5题 第5题 第5题有什么特别吗 嗯 这个 ok好 第5题是特别一点 来我们来看 他说他给了我们这个题目 然后呢他要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ok 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factorize我们的x出来先 ok 你看到吗 我的x在这里 x在这里 所以呢我factorize我的x出来 来 等你square of 6 所以我的x等你 square of 6 is equal to square of 12 -square of 5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像老师刚才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sqare of 12 加sqare of 5 sqare of 12 加sqare of 5 ok 然后像老师刚才这样 记得 这个乘这个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12 ok 然后这个乘这个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这个 中间加减得减 然后这个呢 你就慢慢的乘 你就会拿到答案了 ok 所以这个我留给你做哈 这个是我们的slide number 5 ok slide number 5 所以这个是rationalize 我都觉得很容易 所以你可以去train你自己 ok 我觉得都会出的啦 rationalize 肯定会出的 ok 就看他出在应用题 还是他这样子直接问你吧 所以你要make sure你自己会掌握得到 ok 所以应用题我们来看一题 第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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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的第八题 你看 他会问的都是这样子的 volume 跟area 他很爱很爱volume 跟area ok 所以 老师会讲一题 before我结束 ok 已经11点了 真的很迟了 ok diagram 11 show a cylinder with the volume 他给你一个volume ok the radius of the cylinder is这个 ok 他给你radius find the height 他要我们找hide with the answer with这个 ok 你看啊 你问你自己 cylinder the volume the formula 是什么 cylinder the volume the formula 是什么 cylinder the volume formula 是什么 啊对 pi r 你把你所有的东西放进去 你把你所有有的东西放进去 volume volume 是23-3sqr of 5 等你 啊他有一个pi ok pi 等你 pi r guassadual square root 20 square root 20 加3 guassadual 乘给h ok 你看他怎样都会出来的 删除 然后呢 我要找我的hide is equals to 这个 除过去 ok 所以23-3sqr of 5 square root 20 加3 square ok 所以这个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呃 spn有没有给formula of shape 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我我我很少去留意 呃有没有给这个area 呃 volume的formula 你你注意看一下 你注意看一下我印象中是 pi can cancel can啊 左右都有pi啊 为什么不可以cancel呢 可以 这么不可以cancel 就好像你把pi变成22 over 7 你乘来乘去也是一样的啊 ok你把它变成22 over 7 你你不可以越减了吗 你除过去也是变不见的吗 所以他是可以被cancel的哈 所以他是故意为什么会有一个pi 在这里 所以就是为了要给你cancel的嘛 ok 所以呢 你接下来做什么 做rationalize ok 所以你看他所有的应用题到最后 也是要你做rationalize 所以rationalize的这一个功夫 你一定要很strong 一定要make sure你是很很很很 voletahan的很很strong的 你才才在应用题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ok 好 来这个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你要make sure你的3的里面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好像这个square root72 我可以偷偷看答案一下 就是你看这个是3 这个是6square of 2 所以638 这个是square of 2 ok 这个是6 square of 8 我会拿到这个是2square of 2 12square of 2 square root是8 我会拿到这个是7 这个是3square of 2 21square of 2 ok 什么叫similar3 similar3就是这样子 啊 这个叫similar3 不用啦 他会他有在课本 所以that's why 他没有在trial paper里面出现 所以that's why我特地把它放进去 ok 然后这两题怎样solve呢 基本上我会show给你一题 因为他的两个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今天 你把这个2-7x的你这个positive x移过去 ok negative 2x 然后过后你做什么呢 guasa duo两边 ok 你这个就剩下这样子了 这个就是4x guasa duo 你就会拿到什么 你就会拿到一个quadratic equation 然后就solve就可以了 像这个也是一样 你要先把其中一个放过去先 ok 先把其中一个放过去先 然后呢 guasa duo了过后 然后呢 再guasa duo 他会有做两次 这个比较难是因为他会要做两次 他有两个步骤 不像这个这样一次过搞定 ok就没有了 ok 所以他会显得比较容易一点 可是这个会显得比较复杂一点 可是呢 步骤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你只需要搬过去 然后做两次而已 ok 好 完了大功告成见 ok 所以谢谢那些坚持留下来的人 也很谢谢那些从第一天就跟着我一起上课 上到这个第四天的人 ok 所以给大家一个大大声的鼓掌 然后呢 呃 大家毕业了 这四天的免费课大家毕业了 ok 所以呃就是今晚不会失眠了 ok 不许失眠 不会失眠 所以很谢谢大家的 就是 这么迟了还坚持的留下来 你看本来有百多个 现在就剩下八十个 我记得第一场的时候两百多个 那当然我不知道那些有一些是谁 这样子 所以你看你们从chapter1坚持到现在chapter4 你们已经学了四堂课 所以继续坚持下去 把它整个呃就是chapter学完了过后 信心满满的去考你的SPM ok 不管你有没有跟着我的这个SPM的特训班 我都很真心真心的祝福你在这个SPM里面 考到你想要的成绩 ok 所以大家加油啊 ok 加油加油啊 ok 就是坚持到最后 坚持到最后 ok 好 拜拜 好了 出发 масente 这个资牧 就这样子 谢谢 叔叔 过 超 outsider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